接下去的实用对话 要介绍的是有关于度量恒的一个表达方式 那么度量恒在我们生活上 彼此用到的情况并不多 不过我们还是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基本的概念 第一个Galant Galant就是加纹 这是加汽油的 我们在英国美国他们都是用Galant用加纹 那我们台湾都是用公升 公升就是Liter 好这是一家人等于3.78公升 这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第二个Circle是圆形 Circle 但是Circle这个圆形很简单 可是比较重要的一个Circle的观念 它是当时把一个界 什么界 比如说商业界 外交界还有教育界 学术界那个界我们就是用Circle 所以这个倒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是属于教育界 教育界就用Educational Circle 这就是教育界 如果是商业界那就是Business 好 Business Circle C-I-R-C-L-E 那学术界呢 学术英文是用Academic Academic Academic Circle 好像这个是同学要特别留意的 Circle的另外一个用法就是什么界 但Circle还可以当动词用 所以你看看如果是天气不好 飞机无法降落 它就会在机场上面盘旋 这个鸟也会在空中飞来飞去 这样盘旋 这个我们也是叫Circle 我们不妨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很多鸟在空中盘旋 A lot of birds 好 正在盘旋 我们就会用Academic Circle 在哪里 在我们的头上 在上面 如果你是说在空中 那就In the air 在空中 好 或者是在天空中 In the sky 好 In the sky 那如果是在我们的头上盘旋 我们的头上就是overhead 好 overhead就是在我们的头上 飞来飞去的意思 这个是我要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补充 下面第三个是Petrol Petrol是石油 它原本的那个单字是Petrol Petrol Petrol 这个就是石油的意思 Petrol 但是呢 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Petrol Petrol 这是石油 石油 然后提炼出来 变成了什么 一些汽油 天然气等等 好 汽油是Gaslin Gaslin 这就是我们的汽油 好 所以我们这个加油站 加油站 我们也可以用Gaslin Station 好 Gaslin Station 汽油站 好 再看 再看下面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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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re是正方形的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Square 我们翻译成广场 每个大的都市 每个大的都市都有一个什么中央广场 那Sentral Square 中央广场 好 那 如果是这个广场是专门卖东西的 这个市集的 哇 我们这个就可以称之为 Market Market Square 好 这就是商业的 市场的一个广场 那就市集 好 全部人都把菜拿到那边去卖 这个就是一个Square 好 接下去我们来看Straight Straight是直的 所以我们讲说 往下直走 Go Straight Down Go Straight Down 就是往下直走 这个 两条街 Two Bluffs 好 我们就用Go Straight A-I-G-H-T 好 Go Straight Down Two Bluffs 好 往下直走两条街 Straight 这是直走的意思 可是还有一个是Trade 也是蛮重要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是指 这个9 是纯的 没有添加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讲说 Straight Whiskey 你一看到什么叫Straight Whiskey 根本就搞不清楚 原来这个威士忌 这个酒是纯的 完全不加添加其他的东西的 这个纯酒都是非常香的 好 这个是额外做一些比较重点式的补充 像第五个 这个Line Line 我们就只能讲说这个线 Online 就是在线上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 可是我们英文讲说排队 那怎么讲 排队 英文就是要Stand In-Line In-Line 就是排成一条线的意思 站起来 站着In-Line 以一条线的方式站在那边 我们就翻成排队叫Stand-In-Line Stand-In-Line 这个Line是名词 Line又还可以当动词用 所以排队除了用Stand-In-Line之外 还可以用Line-Up Line-Up这个Line就当动词用 这就是排队的意思 好 你看看 这个Line 这个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用法 那么在英文里面以前有曾经有考过 有一个口语叫 Drop me Drop me a line 那你就不能翻错了 你不要说哎呀 这个丢一个信给我 那就不通了 Drop me a line就是 这个Line就一个便条 好 写一张便条给我 写一写短信短签给我 叫Drop me a line 好 这些都是我们要 这个 学习的很棒的一些表达方式 好了 Pair就不需要了 一双我们常常用A pair of 什么 好 鞋子叫A pair of shoes 等等 一双筷子叫A pair of shoes 再来 Paint 那像我们捐血的时候就有 那么西洋人他们都会用Paint 品拖 那我们这边是捐多少cc 好 500cc 250cc 这样子 所以这个使用的字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这边用CC 一个Paint 大概就是500cc左右 那另外还有一个Quart 这个这边 我记得这边有一个Quart 这个Q U A R D Q U A R D Quart of milk Quart就是Paint的两倍 那就差不多快要1000cc左右 Quart就是1000cc Paint大概就500cc 好 Paint 西洋人 他们说你这个多重几磅 好 那我们这边都用几公斤 一磅就等于2.2公斤 一磅等于2.2公斤 这个就提供给同学做一个参考了 好 我们下去来做一些简单的问答练习吧 第一个Bub讲了 The price of petrol has been going up recently recently是最近 has been 最近我们就要用完成式 这是完成进行式 has been going up Going up就是往上 那就是哇 最近这个石油的价格 好 一直标高 最近都一直标高 这样 那么 像我们去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 马来西亚他们的 讲说加油 他们都用Paint 我们这边是用Gasoline 加汽油 那他们那边就用Paint 所以一讲Paint 我们就觉得石油 哪有人加石油的 这个在那边 Paint就是汽油 我们这边就用Gasoline 所以就有时候就搞不清楚 好 那么Same就回来 Yes, I'm considering to go to office by carpool 什么叫by carpool by就是用什么方式 carpool就是共存 什么共存 好朋友几个 那么今天开A的车一起去上班 明天就开B的车 大家一起坐 好 一起坐 这样 不用说这个 每天每个人都开自己的车 这叫共存 好 共存 四五个人 一台车 就这样 去上班 一起上班 一起回来 第二天要换另外一个人的车 这样 这个叫carpool 好 车子的共存 这样就很省 很省油 Bob就回答了 It's a good idea 这个想法不错 这个不错 It's a good idea 这个是很好的想法 By the way 我顺便问一问 By the way 因为大家都对我车 所以他就用By the way 我顺便问一问 How many mills How many gallons 好 我们这边是用lil 那边这个西方人是用gallon How many gallons of gasoline 可以用几家人的汽油 Can your car fill in Fill in就是注满 灌满 灌进去 好 油加进去 你的车可以加进多少的一个汽油 几公升 好 Same回答 My car can fill in about 我的车子可以容量 可以加入注满 大约 About是大约 fifty liter of gasoline fifty liter 就是五十公升的汽油 这是我们这边用liter fifty liter of gasoline 五十公升的汽油 这是第一组的 我们再看第二组的 Robert讲了 Where are you going Julia 你要去哪里啊 Where are you going 这个都蛮简单的 很好用 Julia你要去哪里 I'm going to a market 我要去一个市场 干嘛 Fill是表示目的的 你去市场干嘛 Fill a quart of milk 要买一夸特的牛奶 那一夸特 这边我们大概讲一千cc 好 买一千cc的一个容器 里面都是装牛奶的 那么因为这西方人 牛奶好像是当水喝一样 Like to go with me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Like to go with me 这个又很好用 也可以记起来 Like to go with me 或者是Want to go with me 想要给我去吗 Robert回答 I would like to I would like to就是 我很乐意的意思 I would like to 这些一定要对起来 I would like to 就是我很乐意去 I need to buy some strawberries I need to buy some strawberries 我需要买一些 strawberry 这就是樱桃 好 买一些樱桃 我想要买一些樱桃 这是第二组的 我们再来看第三组 Clark讲了 他说店员讲了 How many dozens of eggs Do you want to buy 你想要买多少打的那个蛋 Dozens of Dozen就打 好 那么一打就十二颗 How many dozens of eggs 就是多少打的蛋 你想要买多少打的蛋 Brand回答 I would like to buy two dozen eggs 我要买两打蛋 这个我们有讲过 这个Dozen还有百 Hundred 还有千 Souven 还有百万 Million 前面如果有数字 那这个不加S S要加到后面 好 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前面没有数字 有一个S了 好像Dozens Hundreds Millions Souven 加了一个off 那就表示好几打 好几百 好几千 好几百万的意思 所以这个观念要注意 2008 我要买两打蛋 Here is the money 钱在这里 我要买两打蛋 钱在这里 店员讲 OK Here you are 好 蛋 两打拿了 这是你要买的蛋 英文都会用 Here you are Here you are 你的蛋在这里 拿去吧 Take care 来交代说 Take care 要小心 Don't break down 不要打破了 不要把蛋打破了 Brandy回来 No I won't 我不会的 我不会打破的 OK 这个就是 有关于 度量行第一部分的 一个对话的分析